今天录像快捷键改了 怪不得的 先看一下 这个废话不多说了 先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学习内容 今天是关于我们这一次课的第七讲 关于认识公式与函数 今天这一次课算作是我们这个Excel当中 函数这一部分入门的那一讲 那么我们都知道 如果说这个用了Excel的 然后别人问你用不用过Excel 你说你用过 然后最终别人又问你说你用不用过函数 你说你没用过 这样的可能就很尴尬对吗 所以对于很多人而言 你会不会函数 有没有用过函数 其实就决定了你对Excel了解的深不深 如果说你没用过函数的话 那恐怕很多人就不认为你会用Excel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内容 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已经用过一些函数了 那么但是呢 我们今天这个内容依然会从最基础的内容讲起 第一个是关于认识最基本的公式是怎么样写的 比如说在Excel当中怎么样去写加减乘除啊 怎么样去进行一些比较呀 当然其中我们今天呢 也会模拟一下EVE函数当中那个结果 用两次逻辑判断 嵌套一些加减乘除 来完成一些比较复杂的运算 当然也不会很难 是一些比较好理解的东西 当然如果学习了函数 一定离不开我们的单元格引用 我们知道啊 在Excel当中 如果你只计算一个结果的话 那么其实 你写公式还不如你去按计算器方便 但是 刚才没声音了 刚才我听阿英老师那声音有点卡 可能我现在网速是确实不怎么样 那我们继续吧 现在应该还好吧 对于这个单元格引用而言呢 我们说公式如果说 写好以后 在公式当中如果离开了引用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你的公式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会讲到这个关于函数的最基本的那个问题 引用会分为三种引用 我们都来看一下怎么回事 第二点呢 是关于认识函数 今天我们将要讲到的是比较简单的几个函数 其实是函数当中最最基础的几个函数 我们都能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公式按钮上面 有几种不同的运算的方式 今天我们将会讲到这么几个 就这几个函数吧 当然在今天最后 依然呢 会把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定位工具 跟我们今天的函数 结合在一起 学习一下 看一下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那先来看第一个内容 关于 Excel当中最基本的公式 当中的最基本的一个运算符的概念 那么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吧 我今天列出的运算符呢 只有这么几个 那么需要我们掌握的就是加减乘除 跟这个这个符号连字符 那么加减乘除相对来说呢 比较简单 例如我们在单元格当中可以 这一次呢 我们就输入一个公式试一下 公式一定是以等号开头 来我们一起写一个等号 随便找个单元格吧 写一个等号 然后写一下 2加3 这个呢 就是我们Excel当中 一个公式的最基本的写法了 公式呢 是必须以等号开头 当然也可以以其他的 以其他的符号 但是我们那种情况不去探讨的 我们说公式呢 这里我们在用公式的时候 就是必须以等号开头 但这个等号在公式当中 并不表示等于的意思 不表示等于 否则呢 你后面可能有些公式就 理解起来比较麻烦了 这公式我们现在只认为 对于公式而言 第一个等号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告诉单元格 后边这一部分是需要运算的 不能直接显示 那当我们写好了这样一个公式以后 敲击一下回车键 看看效果 返回了一个5 那么Excel也知道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字符串而言 如果以等号开头了 后面的内容就不直接显示了 而是显示为他们运算之后的结果 这就是公式 所以现在需要大家了解 写公式必须要先以等号开头 那么加减乘除 什么意思 我就不多说了 我先来看一下这个连字符 什么意思 连字符 来大家在旁边这里呢 随便写几个字 例如写一个张 再写一个三 那么在表格里 很显然会是这样的情况 这边呢是姓 这边呢是名 最终呢 我想在这里组合出来一个全名 需要把张三连接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这个符号 连字符这个符号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输入一下 等于 写了一个等号之后 我点了一下张所在那个单元格 当然我们大家呢 显示的这个单元格引用不一定一样 我在我的表格里 我是把张写在了E11单元格 所以点了以后 显示为E11单元格 然后呢写一下连字符 连字符呢 是按住shift键 敲一下键盘上的7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自己主键盘方向 主键盘上面 最上面会有一个7 数字7 7上面那个符号呢 就是连字符 那么写好连字符以后 我再来写一下 点一下 F11 这样呢就相当于把这个单元格 连上这个单元格 两个连接在一起 回车一下看一下效果 得到了一个张三 那也就是说 对于数字而言 我来写 大家不用看了 不用写了 看一下可以了 我写一个10 写一个30 我可以这样写 对吗 等于 这个 点了一下 加上 这个 都是用鼠标点的 我也没管它在哪 回车一下 会得到一个结果 那也就是说 对于数字而言 在Excel的公式里 我们经常会把它加减乘除 那么对于文字而言 我们经常做的一件事 就是连在一起 或者截取中间某一段 或者取左侧的 或者取右侧的 这么多种取法 但总的来说 连字符跟加减乘除一样 都是一个运算的运算符 支持我们运算的运算符 只不过是运算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加减乘除是数学运算的 对吗 连字符呢 是关于文本的连接的 至于这个小符号呢 我们就简单演示一下吧 乘方的这个 乘方的这个 是这样 如果写一个等于2 然后呢 按住shift键 敲一下6 大家看一下自己键盘上 6那个地方 应该是一个小三角号 按一下这个键 当然在中文模式下 输入不是这样的 对吗 我先把它改成 英文模式输入 英文模式是一个小符号 然后输入一个4 在公式当中 如果你这么写了 这个时候就表示2的四次方 就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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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 对吧 所以2的四次方 回车一下 可以看到是16 2乘2乘2乘2 对吗 4次16 那么这个呢 是表示乘方的一个运算符 百分号呢 这里比较简单 给大家看一个效果 就是在单元格当中写一个5 好了 我写了一个5 那么如果在某一个单元格里写一下 等于5再连一个百分号 我直接写了一个 当然不能直接这么写了 我连这单元格 F12单元格 再连一个百分号看一下 看一下效果 写了个百分号 然后呢 回车一下 这个时候得到0.05 分明呢 就是把它除了100这样 因为百分比嘛 会除100 5呢 如果变成5%的话 在数字当中应该是0.05 这么一个大小 所以这几个数学运算符呢 我不想多说 因为比较简单 利用这几个算术运算符 连字符对于数字跟文字都行 当然都行 比如说5跟10 我来连接一下 等于这个单元格 连接这个单元格 回车一下 等于510 那么一般来说 在我们的一个cell里呢 数值左右相连之后呢 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5元跟10元连接在一起 那么可以相加是可以的 得到一个15元 但左右相连的话 会得到一个510元 那么这样的话 恐怕就没什么意义了 呃 除非是这个数字本身是文本格式的 它表示的是一些文本的含义 这个呢 在以往我们的课程当中提到过 其实在 我呃 就其实就是文本跟数值的一个关系问题 什么样的数字是文本 什么样的数字是数值 那么在我们这里呢 只需要了解 就是说呃 加减乘除是表示这个意思 连字符是表示这个意思 至于具体有没有意义 这样连接之后 具体有没有意义 要看你原来那个值表示什么东西 比如说像我这里 本身张三这两个字 如果说加减乘除的话 那么一定是没意义的 所以这里呢 我左右相连了 如果你强制的 想把这两个数字连在一起 当然可以会变成这样 或者呢 给大家看这样一个效果 既然你问到这个了 这个大家不用做 看我来做一下 我先呢 把这几个单元格设置为文本格式 那么这个时候将会得到一组 如果写数字的话 会得到一组 得到一组文本的数字 这一组数字 如果是文本的 那注意 等于 我随便写一个 大家不用管我干什么 我只是现在想把它们求和 而这个函数 今天我们今天也会讲到 求和呢 会发现等于零 那就是说 如果对于一个数字而言 它是文本格式的 那么这个时候 散不函数 无法对它进行求和 但是呢 加减乘除 这四个符号非常的强 它也能够对文本进行运算 例如 我来写一下 等于 这个 加 这个 加 这个 加 这个 看到了吗 跟刚才不一样 我四个连加在一起 最终呢 实际上是能得到一个结果的 那实际上在我们日常应用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会这么做 就是说等于某一个文本 那刚才这个问题其实 提的问题非常好 就是说数字能不能连接呀 当然可以连接 那现在看文本能不能加减乘除呀 那其实也可以 比如说例如等于这个文本 加上零 加零什么意思呀 加零就是不改变它原来的大小 但是呢 当然它是文本格式是吧 我改回来 不改变它原来值的大小 但是呢 它被运算了一次 于是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单元格 由于是文本格式 所以这个 呃 刚才那公式 直接就显示出来了 这样 我把刚才那几个数字呢 直接都加了零 看到了吗 那我再来求和一次 只要加了一次零之后 虽然看着好像也有绿箭头一样 但这跟文本没关系了 你看 如果我把一个文本型的数字 直接求和求不了的 但是呢 我把它加了一个零 或者成了一个一 不改变它原来值的大小 但是呢 经过了一次加减乘除之后 它可以变为数值 那变成数值之后 再去求和就能求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文本呢 比较适合左右相连 数值呢 比较适合加减乘除 但是如果把文本 像这一类的 把这个文本 强制的加减乘除了 它会被转为数值 那么对于一个数值而言 像这两个 如果把这两个数值 强制的左右相连了 连成510了 它将会被转成文本 看到了吗 所以怎么算都可以 取决于你这个运算方式 有没有意义 那先来看一个应用吧 大家来先来看一下 第二张表 运算这张工作表 来点击一下 运算这张工作表 这个就是一次 比较简单的运算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 记列当中呢 描述了一列金额 这个叫总价 可以这么认为 F列呢 描述了一个数量 那其实就是卖了多少货 一共卖了多少钱 呃 成本一共花了多少钱 那现在呢 我希望计算一下利润是多少 我们都知道 利润应该用总价 减掉成本 可以看到利润 那么在这里 我们可以来运算一下 呃 来一起写一下公式吧 在I列当中写一下 等于 金额 减去 减号 大家看一下在哪 在数字零的后面有个减号 减去成本 那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公式 公式存在的意义啊 完全在于它是可以引用单元格的 为什么 为什么说引用单元格就有意义呢 原因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回车 现在不是计算了一个结果了吗 那么如果说我们只算这么一个结果的话 其实你用计算器按下来可能更快 但是呢 在Excel当中 我们写公式的意义在于 在于这里 我们可以把公式直接向下拖拽 就可以完成其他所有同类的运算了 在这里描述的是这个减这个 而在这里打开双击看一下 哎 描述的是G5减H5 在这里呢 描述的又是G6减H6 所以公式呢 方便是方便在了这里 它是可以复制的 那如果只算一个 是不是很没有意义啊 如果只算一个 你要不停的写公式 其实还不如直接用计算器去按 但是现在呢 我们这个方式 公式强就强在这里了 说写了一个公式 一拖拽呢 其他的结果也就出来了 所以这里呢 用了一个最基本的公式 并且用了一次拖拽 当然 很多人也知道这一点 在两列数据做运算的时候 或者很多数据做运算的时候 你写了一个公式 那这公式呢 希望一直拉到最后面去 那这个时候 其实你完全可以不去拉它 而是在拖拽的这个地方 直接双击一次 这样的可以自动填充到所有单元格的最后 可以看到每个单元格对应着都算了一下利润 这个呢 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式的概念 首先如何输入公式 第二 如何拖拽公式 这个就完成了一次公式的一个完整的动作了 接下来单价 单价呢 等于什么 这怎么算 金额除以数量 可以吧 总价在这呢 除以数量 那我们来写一下 单价就等于 金额除以 除号就是一条斜线 像分母那边倾斜 对吧 一条斜线 除以16 金额除以数量 再回车 那依然向下拖拽一下 或者双击 这个时候可以得到所有产品的单价 那么这样呢 就完成了两次运算 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的打个1 超级简单是吧 如果没问题的 打一个1 最基本的运算 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稍稍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运算 第二个是关于这个 我们加减乘除 就先说到这 这个 虽然说今天只是说到这了 但是它会贯穿在未来 我们所有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在做函数的时候 加减乘除是离不开的 所以我们一直会用它 那么这里 第二个 比较运算符 分为这么几种 等于 大于 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不等于 注意 不等于是怎么描述的 不等于 小于等于 其实说的是 要小于 并且等于 或者等于 这两个条件都可以 叫小于等于 那么这个是说的是 大于 并且小于 那你没有直是大于又小于的是吧 所以就叫不等于 这符号叫不等于 那这个等号啊 跟我们刚才写公式的时候 那等号可完全不一样 刚才说过了 这个等号没意义 那例如呢 我们现在写个有意义的 大家看一下啊 我来写一个 这个呢 大家不用写 理解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例如我写一下 等于 一加三 大于 二吗 我这么写了一个公式 这个是公式的主体部分 等号是没有意义的 对吗 如果 否则的话 你不好理解了 什么叫等于一 加乘三 大于二 那太难理解了 是吧 所以第一个等号 我们不去看 只看后面一段 我们看 一加三 大于二吗 那一加三 大于二吗 确实大于 一加三 三等于四 对吧 看四是不是大于二 挥车一下 告诉我们 哎呦 还是文本的 太讨厌了 是吧 改过来 常规的 一加三 大于二吗 是的 这个叫处 处呢 表示真 那我们说这个 呃 比较 无非就两个方面 对吧 如果一次比较的 这个这个结果的话 只有两个方面 要么是是 要么是否 处 描述的就是 或者呢 我们再写一下说 那一加八 小于六吗 一加八 小于六吗 一加八等于九 不应该小于六 是吧 回车 false false呢 指的就是否 就是否 不是是吧 一加八 不是小于六的 那么经过这些运算符 得到的结果 一定会是一次处 或者false 对吗 比如说 呃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 比如说你经常跟别人打赌 说 如果怎么怎么样 那我就去死 否则你就去死 那如果这个 这个赌博 如果认真的话 你们两个人之间 一定是有一个死人的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 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你就去死 否则我就去死 那这种方式是 第一次的那个比较判断 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 这个呢 这一次比较判断一定 最终一定只有两个结果 要么是是 要么是否 没有第三种可能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比较运算符 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处 或者false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一下比较运算符这张表 点击一下比较运算符这张表 我先来说一下比较运算符 在我们一个cell当中表示的含义 例如 我先写一个false 再写一个 tool 这看起来是两个文本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文本 而是一个逻辑值 是跟否 这两个值 在一个cell当中 往往被我们当作 1和0来运算 1和0 那么怎么知道 这两个哪个是1 哪个是0呢 我们经常会这么做 等于把这值乘个1 哎 这很很讨厌了 是吧 这不用写啊 看我来做就可以了 false乘个1 看看它会怎么样 等于0 那我先拉一下 当然会得到一个 处乘以1 对吧 处乘以1得到1 那么我们都知道 任何的值乘以1 都等于它本身 等于它本身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认为 false本身是0 处呢 本身是1 那也就是说 当你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false得到的 其实是0 其实我们理解起来 false可以被当作0来处理 并不是它真的等于0 false呢 可以被当作0来处理 处呢 可以被当作1来处理 那最终我们可以实现 这么一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地方呢 需要大家理解了 这个需要一个理解的 因为这个明天 呃 下次课我们将会讲到 一个if函数 呃 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但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呃 怎么样来处理 现在这个问题 是说这样 本地考生加30分 本省加20分 那意思呢 现在这是一个学生的成绩表 考完试的成绩已经有了 但现在呢 我希望计算一个总分 针对于这些学生来源的不同 而去做一次判断 如果他是本地的考生 那我就给他加30分 那像这个人 他是本地的 应该得到629 这也是本地的 691 那这个是本省的是吧 那应该加20 那应该是487 所以针对于来源的不同 会给原始分不同的待遇 那现在看一下怎么做 现在我们先不考虑本省的 为了简单一点 先不考虑本省的 那现在呢 我只考虑一个问题 那就是 本地考生呢 就加30分 本地考生加一个30分 那本省的呢 不动 不加 只给本地考生加30分 本省的不加 那怎么来做呢 看一下 我可以做这么一件事 大家可以一起来写一下 等于 我看一下这个值 叫第6嘛 是不是 第6 我看一下第6这个值 是不是等于 来写个双眼号 其中写一下 本地 双眼号结束 在Excel的公式当中 文本是要用双眼号引起来 文本是要用双眼号引起来 本地这两个字是一个文本 所以两端要加双眼号 所以现在其实我做的一次比较是 看第6 是不是等于本地 来这么写一下比较 等于第6 是不是等于本地 当然这双眼号一定是半角的 不能写全角的啊 注意一下 刚才卡了一下 来 现在我说一下我这什么情况啊 现在呢 我希望给每个考生加一个分数 但是我去掉了一个条件 本地考生呢 我想加30分 呃本地考生加30分 本省的考生呢 就不变了 那其实就意味着说 凡是本地的 我都希望给他加30 本省的不加分 就一个条件啊 本省的加啊 不加分 那现在呢 我这么写了一个公式 大家看一下 其实现在 嗯 在写公式之前 我先说一下 其实现在对于我们而言 其实就是要判定一下 这些人的来源 是不是本地的 对吗 那如果是本地的 就加30分 我已经去掉一个条件了啊 没没管本省的 本省的就不加好了 那么现在无非 我们就是想判定一下 是不是本地的 如果你是本地的 我就给你加30分而已 那怎么做呢 在本 在总分里边 我先写一下 等于 比较一下这个 是不是等于 双眼号 本地 双眼号呢 我使用了半角的双眼号 就是英文模式下的双眼号 那么本地两个字是文本 所以两端 必须加双眼号引起来 我这么写一次比较 看看第六 是不是等于本地 看看第六 是不是等于本地 大家写一下 第六等于第六 等于本地 第一个等号不算 那么先看到 第六呢 跟本地做了一次比较 看看第六 等不等于本地了 然后呢 回车一下 得到一个处 下拉一下 可以得到一组结果 看到了吗 凡是本地的 被描述为处 凡是本省的 都是false 看到了区别了吧 本地的都是处 本省都是false 但是呢 在我们运算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啊 运算的时候 处会被当作为 一来运算 false 会当作零 来运算 那就意味着 我们可以这么做吧 大家看一下 刚才 我在第一个单元格上 重新写公式 刚才我不是写了一个 第六等于本地吗 我把它扩起来 用半角的括号 看清楚啊 是半角的括号 英文模式下的括号 去乘以 三十 乘三十 为什么 我说凡是符合本地 这条件的 我就给他加三十分 所以呢 我先做了一次比较 再乘三十 再次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的 回车 这结果非常有意思 大家看到 凡是处的那个 刚才看到了吗 凡是处的 处乘以三十 因为处是一嘛 处乘以三十还是三十 但是凡是条件不符合的 这样不是本地的 条件不符合的这样的值 它是得到一个false 比较得到false 那false呢 乘了三十之后 就会变成零 那于是我们得到了 这样一组结果 凡是本地的 都是显示为三十的 凡是本省的 都显示为零了 什么原因呀 因为如果你是本省的话 你就不符合本地的条件 你会得到一个false false就是相当于零 零去乘三十 会得到一个零 所以这样的 得到了一组 这样的数字 那接下来只需要 我们做一件事了 再看一下 在得到的这个公式后面 我们再写一下 加上 我在这里写吧 拉宽一点写 免得大家造成误会 这样啊 公式不是在这里吗 我在公式 这里已经得到三十之类的 结果了 我再把它加上 这个人的原始分 那什么意思呀 这组公式描述 原始分加上某个值 这个值呢 如果你是本地的话 将会是三十 如果你不是本地的话 将会是零 那意思就是 凡是本地的 就加三十 不是本地的 不加分 回车一下 看看结果 好了 是不是公式做完了呀 大家看看结果 对不对 凡是本地的 加三十 那凡是本省的 就不加分 对吗 不变 所以我们通过一个 最基本的逻辑值的 比较判断 完成了一次 比较简单的判断的运算 这个做好了吗 做好的打一个二 如果这个做好的 请打一个二 这个就需要一点理解了 对吗 这个其实 有一些小判断的成分在里边了 所以这个判断 我们就到这里 这个呢 感兴趣的自己来做一下 本地考生加三十 本省考生加二十 这个公式怎么做 下课之后自己来做一下 我在这里不描述了 那么下次课的时候 会讲到if函数 这个if函数 专门用来处理这个问题 就非常好用 所以今天呢 我们只是看一下 逻辑值 它代表了什么 好了 接下来 看这个内容 单元格的引用 第三个 单元格的引用 对于Excel的函数而言 这一部分内容极其的重要 也非常的基础 这一部分呢 学的好的话 就意味着 你后续写公式的时候 不会被这一部分内容的给误导 因为有的时候写公式的时候 如果你引用没搞清楚 最后写公式会经常出一些乱七八糟的错误 我相信很多人经常在工作当中 会用一些VLOOKUP函数之类的 那个函数一旦搞不清引用 最后结果就错了 所以呢 而且这错误还不好找 所以呢 今天我们看一下关于引用 我们能讲到哪些东西 呃 大家先看这个单元格的引用 我先来回顾一下刚才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有过这个疑问 是这样 等于 我刚才写的时候写的是等于 这个 除以 数量 我写了一个这个 除这个 还记得吧 这公式 当我一点的时候 点了G4单元格 于是就显示了G4这个字母 对吧 字母加数字的组合 G4 F4 如果你这样写的话 回车 当然会得到结果 如果一下拉呢 刚才写的明明是G4除以F4 但下一个就会显示为G5除以F5 再向下拉 大家也知道 哎 G6除以F6 他永远描述左侧这个单元格 除以左侧挨着这个单元格 这个呢 非常符合我们一般写公式的原则 就是说这个单元格总是算左边这些 这个呢 算的是他自己左边这些 这个呢 算的永远是这个左边这些 所以永远算的是自己左侧的运算 这个被我们叫做相对引用 其实相对引用在一个SEL当中 这里写的虽然是G4单元格 但并不是表示G4这个格子 而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自己左侧的左侧除以左侧 那么公式到这里 还是我自己左侧的左侧除以左侧 到这里依然还是左侧的左侧除以左侧 某个值的左侧 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相对位置 对吗 例如我们经常讲说 哎我们家邻居人很差 那过几天我搬家了 最后还是说 哎我现在这邻居人很差 这两次这个邻居说的不是同一组人 那么邻居这个概念在我这里 就是相对我的一个位置 总是挨着我那家人就叫邻居 但是如果我说江苏省 苏州市什么什么哪条街道 几号几状几零几 那这个就是一个绝对的地址了 呃没有任何一个重复的地址 在地球上它是唯一的 那么这种方式相对引用 它会根据我们拖拽单元格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它不变 例如这个 我就来拿这个为例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更好理解一点 这样大家看一下啊 我把这两个都删了 看这个啊 我有一组成本 我有一组成本 一组数字 但这一组数字呢 大家回来看运算这个表吧 我就用这个表做了 我一组数字 但今年呢不一样 今年呢给我多收了一笔税 这个税呢还不是根据金额来算 就是附加了一个什么什么成本吧 这成本的是一千块 我在接四单元格 接四单元格写了一个一千 于是呢 我说今年这成本增加了 这个不是去年算的吗 我说这里边呢 每一个成本都要加上一千 于是我就写了个公式 大家看看对不对 等于 这个 加 一千 H4加上接四 是对的 这个加一千 我是用单元格引用的方式 加这一千 回车看一下 真的加上一千了 一千八百多变成一千九百多了 双击一下 双击完之后 发现其他的并没有被加一千 发现了吗 没有被加一千对吧 所以呢 为什么呀 你看 这个等于左侧加右侧 但这两个都是相对的概念 在这里 依然是左侧加右侧 H5加接五了 对吗 但是接五呢是空的 并不是这个一千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那就是 在我们平时拖拽公式的时候 并不是一定希望我们这个单元格是动的 在我们这个公式里 H4要动 等下变成H5 H6 H7 H8 但是呢 接四要永远定在这里 我不希望接四发生任何变化 那所以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接触到我们用到的第二种引用 叫做绝对引用 我们这样 选中F4 在公式里选中F4 选中F4 然后呢 选中J4啊 选中J4 这个引用 就是说你希望它定下来 所死的那个引用 按一下自己键盘上的F4功能键 就最上面那一排F4 按一下 按了一次之后变成了 两边都带美元符号的J4 字母前面带美元 四前面带美元 看到这效果了吗 当然如果你再按的话 就变成一个了 是吧 再按一次 又是接前面带一个Dollar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美元符号 我们叫Dollar符号 对吧 再按一次就什么都没有了 再按一次 那又是这样了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循环切换的 有四种变化 首先是 什么都没有 按一次变成有两个Dollar 再按一次 字母前面 数字前面带的 再按一下字母前面带的 再按一下就没有了 那我们这样啊 需要他有两个美元符号 看看他会怎么样 回车一下 第一个结果是对的 但是向下拖拽呢 其他的每一个都加了一千 看其他公式的变化 这个是这个单元格 加上J4 但这个呢 H5还是加J4 也就是说 我们加了美元符号以后 这单元格 无论怎么样拖拽 它的位置不变 看到了吗 引用的位置不变 所以这个就叫做绝对引用 好了 这个公式 那么反过来看这个 单元格引用 在单元格引用里 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 进货呢 每天是200 那么现在库存有900 那么每天增加200 每天增加这样一个数字 那这公式呢 我先写一下 等于这个900 加上这个200 可以这样写吗 等于这900 加上这200 当然我们都知道 等一下我要向下拖拽 那公式拖拽之前 你都要想一下 你要不要拖拽 如果拖拽 你要变化 有变化 等一下我要拖拽 你这B7呢 我希望它永远定在这个B7上 所以我选中B7 按一下F4键 变成了带锁定的 于是回车 向下拖拽一下 就发现 总是自己上方 那个单元格加200 看到了吗 这里是这个加200 到这儿呢 就是我上方这个加200 到这里呢 就是这个加200 于是呢 可以看出来 这两种单元格引用 是截然不同的 相对引用跟绝对引用 这个绝对引用没问题吧 没问题的打一个3 如果没问题的 请打一个3 就是锁住的概念 对吗 锁住 好的可以了 可以了 还有一种引用方式 比较怪异 是这个 我来写一下 大家不用去写 看一下效果 是这样 等于A1 大家不用写啊 不用写看我的 如果在单元格里 写了一个引用 或者我这样写吧 等于去做一个 这样的引用的话 等于C15 对于单元格引用而言 如果向下拖拽 它会变成 C16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引用 引用的永远是自己左侧 不管你怎么拖拽 引用的都是自己左侧 那么这里是C15 指的是这个单元格 向下一拖拽 到这里就变成了 左侧这个单元格 但是呢 看一下啊 等于这个 如果是这样一次引用 等于E14 我是等于自己左侧 这个单元格 那如果向下一拉 向右一拉的话 哎 这个将会变成多少 变成了F14 由E14 变成了F14 为什么 因为永远描述的是自己左侧的单元格 我在这里描述的是E14 那在这里描述的就是F14 是自己左侧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规律 就是对于相对引用而言 等于A1的话 对于一个相对引用 就是不加美元符号这样的引用而言 往下拉 他们这个数字就会变 等于A1 在这里就会等于A2 在这里就会等于A3 这里就会等于A4 这里就会等于A5 但是如果我这么写一个呢 等于A1 如果向右拉的话 实际上就是列号在变 例如A1就会变成B1 就会变成C1 所以相对引用 无论是向下还是向右 这个呢都会有一些 这样的一个拖拽的方式 这两个呢 有人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啊 讲的太深了 平时用不上 这个呢 在Excel当中 最粗浅的公式 都会用到相对跟绝对引用 这两个是在我们Excel当中 绝对基础 谈不上深浅的这么一个内容 这个是必须要掌握的 呃 其实如果你经常用公式的话 这个都不用讲 大家看一下 平时你写公式 应该平时都用过 我是想到可能很多人吧 以前没用过公式 所以这个必须要提一下 怎么样来变 怎么样来变化 因为这个 这个引用 如果你不掌握的话 这个相对跟绝对 如果不用的话 就意味着 其实你公式就用不了了 所以最粗浅的公式 也会用到这个 以下这个公式 才是有点深入的 这个引用方式 所以这个呢 我简单演示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这个呢 现在讲完之后呢 大家恐怕还真用不上 在哪里会用得上呢 在我们在我们未来的 第四第五节 第五节课的时候 未来的四五节课之后 会讲到一个VLOOKUP 这个函数会讲到 既向下拖拽 右向右拖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会涉及到一个 更加复杂的用法 叫做混合引用 这个混合引用呢 我来说一下原理 这个大家不用去做 不用去做 看一下原理就可以了 是这样 大家看啊 当我们写了两个美元符号之后 实际上这美元符号 美元符号表示的 就是锁的概念 E前面有个美元符号 表示的是 E被锁定 A前面有个美元符号 表示A被锁定 那么但是 如果说 只是这种情况 A前面不锁 只是锁E的话 会怎么样呢 锁定E 向下拉 本来E应该变成2 但是呢 E没变 因为E被锁了 向右拖拽的话 AE会变成BE的 那也就是说 A没被锁 对吗 所以它顺利的 向右拖拽的话 它会变化 但是向下拖拽 不会变化 还永远是AE 那当然同理 如果说 我把A锁定 不锁定E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们向下拖拽 会正常的变成 AE会变成A2 变成A3 变成A4 那就意味着 本来向下拖拽 E不就要变成234的吗 那么E前面 没有美元符号 就没被锁定 所以它顺利的 变成了1234 那么向右拖拽 就会发现 AE本来应该变成BE的 但是没变 因为A被锁定了 对吗 所以这两个情况 大家不用写 就知道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这个我后边还会讲到 只给大家 只给大家看一下这效果 就是说 在你写公式的时候 要考虑到 向下 向右拖拽 这两个方向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效果 等于 这个 乘 这个 我要写一个99乘法表 在这个区域之中 写一个99乘法表 那就意味着说 这个等于这个乘这个 但到这里就等于 这个乘这个了 到这里就等于 这个6乘以这个2了 到这里就是8乘以3 对吗 所以永远是 这个区域当中的 某个数字 乘以 这个区域当中的某个数字 所以这一类的 既要向下拖拽 又要向右拖拽的 这样的公式 在写的时候 必须同时考虑到 两个方向 例如我写的时候 会这么写 等于这个 乘以 这个 我会想到 这里是B23 但是我无论怎么样拖拽 B23可能会变成B24 因为在这里的时候 就是B24乘以这个1了 所以我想到说 B23未来会变成B24 B25 B26 B27 但是B永远不会变 永远不会变成什么 C25 26 27去 所以我把B锁定 那C22同理在这里 C22 D22 E22 F22 但是永远不会变成 C3 C4 永远引用的都是 C2 C22 D22 E22 F22 这么22行的数据 所以C会变化 但是22呢 永远不变 所以现在我又把22给锁定了 这样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既能横向 又能纵向拖拽的这么一个公式 那么在这里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应该是这个B30乘以H22 这应该是B30乘以H22 你看 还是B30乘以H22 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这一类的引用 不是相对 也不是绝对 叫混合引用 只是锁定一半单元格 是什么时候用 就是向下 并且向右拖拽的公式 这个时候才会用到 但这种公式呢 极少用到 就是你要写公式 要计算一个区域的时候 才会 才会用到 所以这个呢 今天不需要掌握 只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除了这种相对引用之外 还有绝对引用 除了这两种最常用的以外 还有这个混合 还有这个混合 这两种混合引用 只是在既纵向又横向拖拽的时候 才用得到 平时也用不到 引用就不多说了 了解了相对跟绝对就可以了 知道相对跟绝对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函数是怎么用的 这几个函数呢 这个十分钟就讲完了 太简单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点击一下 使用函数这张表 使用函数这张表 先来说一个小意思 小意义 先来说一个小意义 是这样 在学习函数以前 我们先要知道 什么是函数 这世界上 为什么要有函数呀 是这样 假设呢 有一天 我希望计算一下 所有人数学成绩 加在一起有多少 例如大家不用写 看我来 我要算一下 数学成绩的总计 那么现在对于我而言 我一定会这么做 等于 这个 加 这个 加 这个 这个是吧 加 这个 一个一个的加起来 加很多 但如果你这么写的话 一组 如果说有两三千个单元格的话 恐怕我们这么写 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现在呢 XL当中给我们提供了 这样一个助理 所有的函数都是我们的助理 这个函数 这个助理呢 专门帮助我们 去运行一些比较复杂的运算 不光是加减乘出这样简单的了 而是比较复杂的 复杂的 例如我们现在这样这么多的运算 我们也认为 这么写不方便 于是呢 我们今天就接触到 所有人学XL 可能第一个学的函数 都是这个 叫做SUM SUM 诶 刚才看到了吧 SUM 叫做宿命 是吧 那我们在XL当中 你恐怕 这也就是我们学函数的宿命了 是吧 离不开这函数 我们呢 这函数叫做SUM SUM呢 表示求和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函数什么意思 例如 我们真的在 H5单元格当中 就算一下 我来算一下 李明这个人 总分是有多少呀 这四个科目 四个科目 分数加在一起 有多少呀 我可以这么写 我不需要一个加一个 等于 公式都要以等号开头 等于 先写一个等号 我们都不用公式编辑器啊 希望大家养成这个习惯 用手写的方式 等于 然后写一个函数名在中间 我写了个等号开头 函数名在中间 是吧 等于SUM SUM既然是我们的一个助理 我们写了SUM 这意思就是 其实就是召唤我们这个助理 说等于SUM 说SUM 你出来吧 后面有一组括号 这个就是一个函数的完整的结构 以等号开头 函数名在中间 括号结尾 然后呢 我们一起来 把鼠标的光标定位在这一对括号中间 等于SUM 把鼠标呢定位在这个括号中间 我们都知道啊 对于我们的助理而言 他能够帮我去做求和的事情 这助理专门做求和的事情 那如果这助理专门会做这活的话 那需要我告诉给助理什么事啊 我们都知道工作你要交代给助理去做 助理才会帮你做 那你要交代给助理什么事啊 你只需要告诉给助理一件事 那就是你把什么区域告诉给他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助理是一根筋 脑子一根筋 他干看到什么都要求和 所以对于我们这里而言 我们说只要告诉这个函数 告诉这个助理区域在哪里 这函数就会跑过去求和 所以等于SUM括号括号里边呢 我这样选一下第五到G5的区域 这函数就完成了 所以什么叫做参数啊 就是你要告诉给助理的那个事 因为函数就是助理 但这函数呢只会最简单的运算 他只会运算 但是具体算哪里 是我们要告诉给他的 而告诉给他的这个事情 就叫做参数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那么这公式就完成了 等于SUM一组括号 中间一个区域说 你把这个去求和吧 当然SUM已经明确的已经说了 说他这助理就会求和 于是回车一下 大家看个效果 得到了一个总和 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函数 叫做SUM 非常的简单对吗 等于SUM函数 这公式输入起来比较简单 所以这里呢 也不问大家了不了解了 这个继续 我们把这几个最基本的函数讲完 好吗 接下来 如果知道求总计了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 求平均 求平均 那平均这助理呢 无非就是另外一个助理了 方式还都是一样 等于这个助理呢 等于这个助理呢 叫做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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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AVERAGE 当然如果你忘记的话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公式啊 那个自动求和 那按钮里边 那几个公式怎么写的 比较简单能看得到 等于AVERAGE 那么AVERAGE又是一个助理 这个助理无论看到什么 都把这些数字求一个平均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只需要告诉给这个助理说 你把哪些求平均就可以了 还是一样 我们这习惯很好 是吧 先敲一个括号 免得忘记 免得敲了前面括号 忘记后面的 所以先敲好括号 这区域里呢 依然选一下 哎 这个区域 我还是把这四个成绩呢 扩在一起 得到一个 这样一个参数 回车 我平均是这样的 这样这样这样 好的 是不是挺简单的呀 SUM跟AVERAGE 用起来居然是一样的用的 平均分也得到了 一下拉 每个单元格都是求自己左侧的 这个人的一些成绩的平均分 接下来 下面还有一个 下面这个就更简单了 这个其实是 求竖着的一列的平均分 是吧 但跟这个原理不是一样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等于 AVERAGE AVERAGE 扩号扩出来 说我要算一下 这么多 对吧 从第四 第五算到第十二 实际上第十一 是吧 第五算到第十一 这么多单元格 求平均 回车一下 哎 这样 各颗的平均分也有了 只需要我去拖拽一下 哎 向右拖拽 看到了吗 公式现在我又向右拖拽了 不是向下拖拽 于是这几个人平均分也得到了 比较简单 对吗 接下来 最高分 最低分 我就简单说一下啊 最高分 那大家其实只要知道最高分 怎么写的 应该就会用了 那么等于 MAX 最大是吧 我们都知道啊 这声音调大调小 那个位置可能都写出 写的是一样的 呃 向右旋 声音放大 MAX 向左旋 变小 是吧 min 写一个MAX 扩起来 那么MAX 是这样一个助理 他把那一组数字呢 都去看一下 里边挑个最大的给我们 于是 这括号 里边 点到括号里边去 选一下 哎 数学里边这么多人 当然就选到这个孔庙 这人就行了 是吧 不要把平均分也算进去 哎 选这么多 在这一组数字当中 找个最大的 回车 最高分 90 往右一拖转 哎 这几个人的最高分就都有了 接下来最低分 等于 min 对吧 min 最小的 扩起来 这个 这个助理呢 就是跟刚才一模一样 就是给他一组数字 他挑一个最小的出来 于是呢 依然是选中所有的 回车 这样得到一个最低分 向右拖转 好了 这四个函数呢 先介绍到这里 sum average max min 分别去求 求和 求平均 最大跟最小 那么这四个函数 如果没问题的 请大家打一个4 如果没问题的 这四个函数都写完的 请打一个4 挺简单是吧 就是选一个区域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最 最简单的一个助理了 在我们的助理当中 他是工作性质最简单的 好 接下来 还有一个 求名次 求名次这个助理呢 跟刚才的为什么分开讲 为什么先问大家 然后 然后再去讲这个 这个呢 实际上名次呢 是我们首先第一次接触到的 有两个参数的函数 那刚才大家可以看到 求总分的时候 这个助理脑子一根筋 只需要你告诉他区域在哪 他就把那区域都加起来了 但是排名次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希望在揭写 给每一个人 按照总分排个名次 最高分第一 什么什么第二高的就第二 第三高的就第三 排这样一个名次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助理 专门帮我们排名次的 如果说专门有个助理是排名次的 那这个助理 他需要我们告诉给他两件事 哪两件呢 第一 你要排多大的那个数字 你要排谁啊 你要给谁排名 第二 你要把这个人放在哪里排名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人放在咱们班排名的话 那他名次可能 比如这个人吧 分很高 放在咱们班排名 他可能排第一 但你把他放在全整个年级排名 他可能排的非常差 因为可能年级当中比他高的还有很多 所以对于排名而言 如果有个人说 你去做个排名 那你就需要知道两件事 第一个给谁排名 第二个在哪里排 于是现在呢 我们说接下来的这个助理 关于排名的这个助理 他就有两件事需要我们告诉给他 写一下这函数 rank 这个函数呢 叫r-a-n-k rank r-a-n-k 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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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起来 括号扩起来之后 我们发现呢 下边好多参数的介绍 是吧 今天我们也不讲这参数的介绍 但是我们都知道 对于排名而言呢 有两个参数要给他 第一个你是要排谁 那我排这个 我排这个分数 看到了吗 我排这个分数 那第二个事 是不是我现在要告诉我这个助理 第二件事了 那在你写第二件事的时候 你告诉完助理一件事 要告诉第二件事的时候 这里呢用逗号分格 说第一件事就这样 你记下来 然后写个逗号 说现在我告诉你第二件事 所以函数的参数分格的时候 是使用逗号分格 你要告诉给你助理两件事 这两件事中间 用逗号分格 那么大家看一下啊 H5在这里排名 那么排的话呢 在哪个区域当中排呢 在这个区域当中排 在这一组分数当中排 于是这函数呢 我写到这了 在这个区域当中 看看他排第几 所以排名这个函数呢 其实说白了 他是这样的一个助理 他能够在一组数字当中 看某一个数字排第几 所以我们要给告诉他两件事吗 告诉他那数字是几 告诉他在哪个区域里 所以这函数就写完了 但是这样函数这么写对吗 我想问大家一下 这么写对吗 我们来试一下 回车一下 回车一下 当然我们是希望给每个人都排名 于是我向下拖拽一下 看看效果 哇好多并列第二的呀 是吧 直接拖拽 发现好多并列第二的 哎不对呀 这个人分数 跟这个人分数 跟这个人分数 并不是一样的呀 他怎么会排到第二呢 为什么会这样 哪里错了 大家看看这里 我们在这里呢 是在H5到H11 也就是说 这一组分数里排一下 223是第几 但是你向下拖拽的时候 那现在是看H6排第几 但是看区域 看区域 刚才这个不是H5到H11 这个区域吗 但是你一拖拽 这个区域一拖拽 就会变成 引用就变了 变成这个区域 因为是一次相对引用 就会变成这个区域了 所以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排H6的时候 实际上是从H6排到H12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区域去看排名了 那么在对于这个数字而言 你看 差得更离谱了 是吧 排H8在哪里排呢 在这个区域里排 前面那几个根本没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你做排名的时候 一拖拽 是不是后边这个区域就变了 你看 H8到H14 在这个呢 H5到H11 但实际上我们是希望 这个区域不变 无论你排哪个数字 都在这个区域里排 所以这个区域需要我们怎么样 把它锁定 怎么样锁定 选中这个引用 按一下F4键 看到了吗 绝对引用是非常的常见的 好的 写好以后回车 向下拖拽 看看结果 这个次结果应该是对的了 因为每次排名都是在 H5到H11之间 在这里也是H5到H11 所以现在这个rank函数 既让我们体验到了 使用两个函数 两个参数怎么样去用 也让我们看到了 相对引用跟绝对引用 这两个分别用的一个用法 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没问题 再打一下5 没问题 再敲一下5 平时用的时候 其实只有相对跟绝对引用 两种引用方式就够了 那么什么时候用混合引用 混合引用 一般都用不上 只是这个公式 你既要往下拖 又要往右拖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用得到 所以你只是单方向拖拽的时候 其实用不上混合引用 其实这里是希望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 为什么会有引用这么讨厌的事出现 什么叫相对 什么绝对 为什么要求这么严格 引用完全是为了拖拽而服务的 如果你不拖拽 这里你相对引用 或者你绝对引用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你一拖拽 就会用到单元格的变化 你一拖拽 就会涉及到它变或者不变 那么既然有变或者不变 就会涉及到相对跟绝对 所以如果你不拖拽就没有相对引用跟绝对引用 不需要去管到底怎么引用 如果你单方向去拖拽 纵向的或者横向的就只需要相对跟绝对 那如果说你既要纵向又横向拖拽 你要拖出来一个区域 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用到混合引用 所以怎么样引用取决于取决于怎么样拖拽 引用就是为了拖拽而服务的 而我们这个公式也是因为拖拽才好用的 所以没了引用 这个公式就很不好用了 所以最后最后呢 这个是给大家扩展一下咱们的知识面 就是说在我们写公式的时候 不光把公式完成就可以了 公式是很简单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涉及到一些比较复杂的方式去写公式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这么去做 这个大家不用写 看我来 不用写 看我来啊 好多人呢 没这么手写过公式 但是他依然用过公式 怎么用的呢 是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 哦你这不是一组数字吗 你这里不是要求总和吗 那好办了 想当年我师傅教我一个sell的时候 就没教我sum函数怎么写 那我怎么做的呀 点中这里 看没看到点中这里 这里你不是数据吗 是吧 数据在这儿吗 我求总分吗 点中这里 点中在下面 说这个求求上面的总和吗 于是呢 我再看一下 在我们的开始 这个功能区上 有这样一个符号 求和的符号是吧 有这样一个公式的符号 它旁边有个下拉框 这里边呢 有求和 求平均 技术最大最小 那现在我想求和 我就点一下求和 于是看到 他帮我写了一个 等于sum括号 第五到第十一 那也就是说 函数帮我写好了 并且把引用的区域帮我写好了 看到了吗 回车 再向右一拖拽 就可以了 所以上面这个按钮 可以帮助我们 做最基本的几个自动运算 求和 平均 最大最小 技术 这几个技术就数数是吧 数一下有几个人考试了 那么这几个最简单的公式 都可以直接点击 他自动帮我们算 但是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是吧 你用过excel可能就试过 如果在右侧 大家看一下 数值在这 如果在右侧 自动求和 他会自动的帮我选左侧的 所有区域求和求在一起 所以这个自动求和 他会自动帮我们算上方 和左侧的数据区域 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件事 我并不关心这件事 我更关心什么呢 我更关心 他怎么能够自动帮我把区域选好了 怎么这么智能呢 能够自动的帮我选区 这太牛逼了 是吧 自动帮我选区 写函数倒没什么 这函数我自动也会写 我自己也会写 手写也行 但自动帮我选区 哦 那这件事就给我带来了很多的联想 例如 看这个 什么时候会用自动选区 什么时候才会逼得我 必须用自动选区 那就是手工选区的时候 不方便的时候 手工选区不方便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叫手工选区不方便 来看这个 我们点击一下使用定位工具 我们点击一下使用定位工具 这个表 这个表记载了这样一个表格 这表格非常讨厌 我以前见过真实环境下 有一个生产情报表 那个从生 从管生产的那个系统里边导出的 当然没这么规范 他也是这个结构 但我相信平时大家可能也见过这个结构 就是一段表格 然后给你来个总计 看到了吗 给你来个总计 然后一段数据 再给你来个总计 总计 再一段数据 给你来个总计 那么每段数据 数值多少都不一样 有六个的 有五个的 有四个的 有三个的 有两个的是吗 那现在我们需要写公式的话 非常的麻烦 例如 在这里的总计 应该是等于 sum 那不用了是吧 点这个 点这个 求和 自动帮我选好 回车 对 这个是对的 但是你写了一个公式之后 你发现这公式没法拖拽 后面几个 空带院格 你也要一样的操作 那就很讨厌了 你要操作很多次 写好多次公式 于是现在应用前面学过的知识 我们来这么做 大家看一下 这边不是要让你分段求和吗 这叫跳跃式的求和 而每次求和 求的都是上方连续区域的数字 那于是呢 我们这样 从发圣额这个数字 一直往下选 选选选选选选选 把这一组都选好 看到了吗 选了这一列 第一列的到最后 选到第38 我没整列选 选到第38 选到这里 看到了吧 选到这里 选到这里之后 需要我明确的第一点就是 我要把所有的空单元格都写公式 于是我来 查找和选择当中 有一项工具叫做定位条件 这工具还记不记得了 前几次课 我们一直在用的 定位条件 点击一下 在定位条件当中 我选择一下空值 选择空值 定位条件当中 选择空值 确定 于是现在所有空单元格被我选好了 空单元格被我选好了 但是我现在没办法写公式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批量填充这么多单元格 因为有的是六个 有的是五个 那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手工选区不方便 手工选区不方便 怎么样 请你帮我自动选区吧 大哥 那怎么样呢 选好了每个单元格之后 点击一下自动求和工具当中的求和 点一下求和 看一下效果 每个单元格区域帮我自动求和了 而每次求和刚好就是上方我所有的那一段连续数据的总和 没有去求你所有的总和 别担心算错 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每段的总和的都出来了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工具 其实单独用的话 其实并不是太有意义 但是跟定位工具结合在一起 可以完成这样一个跳跃式的求和 好这个没问题吧 这个没问题的 请打一个6 跳跃式求和 如果没问题 请打一个6 很骚包的一个跳跃式求和 2010定位工具在这里 你知道查找和替换在哪里吧 查找和替换点开之后 在查找和替换的下面 有一项定位条件 点击好以后可以看到空值这一项 好了 这个跳跃式求和 我先说到这 另外一个这个 这个也算是跳跃式的运算 这个依然是用定位来算 但是这个就没办法 用自动求和去算了 因为这个规则比较麻烦 这个是这样 我是算 这个表格大家应该也见过 就是说很多人很讨厌的 把本来应该是在一列的数据 写成了三列 对吗 写成了三列 于是我们最终做计算的时候 可能要分开写三列运算了 这个时候我想批量的做一次 好多人还喜欢那么写 一周就写一个 全年算下来四十几列 那么这样的话就工作日算下太多了 是吧 五十几列 那么你要填充五十多次 计算也蛮麻烦的 所以现在大家看一下 其实每个单元格当中的公式 都是自己左侧 除以自己左侧的左侧 对吗 单价都永远等于左侧 除以左侧的左侧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来的话 其实每个单元格 他们的都是有共性的 区别就在于位置的不同 然后难点在于 他分了三列来写 所以这里呢 我们这么来做 依然选中整个表 我选中了整个表 看到了吗 选中了整个表 然后依然使用定位工具 在定位工具当中 依然选择空值 好 确定 确定之后 所有该写公式的地方 就被我们选好了 所有空列被选好了 所有的空列都将是要填充公式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公式针对于哪行来写呢 如果针对这行来写的话 那么就应该是I十 呃 接十除以I十 那如果针对这个单元格来写 应该是P十除以O十 那么针对于哪个单元格来写 你就看你单元格里边哪个是白的 白的那个就是当前编辑的单元格 当前再编辑的单元格 你看 无论你怎么样选区 最终一定会有一个反白的 你就当是别的都不存在 你就只是在给白的这个写公式 只是在给白的写公式 那么这白的应该怎么写呢 等于 这个 除 这个 写完了先不要着急敲回车 实际上敲回车没什么用 等于这个 除以这个 公式写好了是吧 那公式写好了 其他的意思就是 我其他的公式也按照这个方式写 那批量的填充 还记得吗 批量填充我们用哪个快捷键 按住Ctrl键 敲回车 写好公式以后 按住Ctrl键 敲回车 这样可以瞬间把我们三组公式都填充完 这里依然是 左侧的左侧 左侧 左侧 除以左侧的左侧 所以所有公式的都就都写好了 所以在写公式 包括写函数的时候 我们也经常会用到这种 定位的方式来做公式 就是说什么时候用定位的方式来写公式呢 就是说 如果你方便拖拽的话 那么你就用拖拽 写一个公式 一拖拽就可以了 但是有的时候拖拽不方便 它本身不是连续的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先定位 定位到那个位置 再写公式 再Ctrl回车 或怎么样 最终呢 所有的公式就都可以被填充好了 好了 这两个例子做起来都没问题的 呃 不问大家这个了啊 大家这样 今天基本内容呢 就这么多 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学习内容 呃 给自己打一个分吧 从零到九打一个分 零是完全没掌握 九是基本上都会做了 打一个分 从零到九 打一个分 嗯 好的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今天其实是这样啊 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我看好像确实有人打了六分七分 是这样啊 这样 需要大家掌握的有哪些 给大家看一下 公式聊会写 加点乘除知道什么意思 比较符号知道什么意思 大于等于什么小于 这些符号什么意思 太简单了 我也没多说 true false表示的这两种结果 这个选学 就是说你用这个 这个这个公式 选学 这公式你会不会写 无所谓 下次课 这个是给大家理解 那个比较运算符 是怎么来的 这个下节课 我们会学到一盘数 另外 引用 这个引用 你会写这几个公式就可以了 这个公式不要求大家会做 九九成法表 这个 这个未来我们在讲 VLOOKUP的时候 引用引用的多了 讲VLOOKUP的时候 我们再学 因为今天刚接触引用 这个引用 临时想想不明白 很正常 这个不用去管它 你只需要了解 精确 这个叫绝对引用 跟这个相对引用 这两个引用 代表什么意思就行了 一个是拖拽的时候 它会变 一个是拖拽的时候 不会变 就这么多内容 另外函数 关于SUM求和 Average平均 最大值 最小值 这两个函数 以及定位工具 跟SUM这些函数 结合在一起用 怎么用 这些汇率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呢 大约只有这么多内容 我们下次课呢 会讲到一个 EVE函数 稍稍会带一些 逻辑判断 这样的内容 所以呢 今天呢 其实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 入门内容 所以大家不要 有什么心理负担 其实函数还是一个 从简单的来看 函数还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工具 我们这个讲座 也不会讲什么 叫什么 数组之类的 也不会讲 课程讲完以后 我们再讲数组 会加一个其他的那个讲座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 先到这里 我先结束我的录像 正式内容先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 请上麦提问 我还会在教室里一段时间 那么 好 今天内容先结束吧 先到这里 没问题的可以下课了 有问题的我们继续发问 好 谢谢大家